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沙巴新洲新闻 今天是8月17日星期四 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 要出国的沙巴民众得注意了 由于机票与住宿成本增加 加上马币贬值 沙巴出境旅游团的团费 要比疫情前贵30% 大马华人旅游工会 沙巴分会会长蛇志雄指出 现在各旅行社推出的 出境旅游配套价格 至少比疫情前高30% 他表示 此景并非马来西亚而已 全球各地同样如此 主要是疫情后机票 酒店住宿及膳食等消费 因供应链问题一涨再涨 业者只能调涨团费 不过蛇志雄相信 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旅游业 正稳步复苏 虽说目前马币贬值 造成旅游成本进一步增加 但有计划旅游者并不会在意 他说 有能力的民众 依然有很强烈的旅游意愿 愿意花钱 以获取具素质的旅游服务 不受团费涨价所影响 另一方面 中国驻亚币总领事馆 于8月10日发布通告 即日起 至2023年12月31日 中总领馆对符合条件的 一次或两次入境的商务 旅游 探亲 过境 乘务类签证申请人 免财指纹 大马华人旅游工会 沙巴分会会长 蛇志雄指出 中总领馆允许赴华 签证申请人免财指纹 有助提高民众 对中国的旅游的兴趣 他表示 中总领馆在今年3月15日起 规定复华签证申请者 需要亲自到总领馆采集指纹 对很多人 尤其是外地居民造成不变 他相信 随着中国总领馆允许申请人 免财指纹 对外地居民而言 是大好消息 据了解 中国驻亚币总领馆 于今年3月15日 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复华签证 跟以往不同的是 申请者需要亲自去中 总领馆盖上左右手10个手指印 除了14岁以下 及70岁以上的申请者 在疫情之前申请签证 只需要透过网上下载 及填写二页的表格 但疫情后的申请表格 已增至8页 主要是追加申请者的防疫详情 把焦点转向海军 滨海战斗舰LCS新舰项目 将在9月复工 大马皇家海军首长 拿督阿都拉曼阿裕上将表示 随着当局在今年5月 于2023年 弗罗教义国际海事及航空展上 签署第6份补充协议后 LCS项目将恢复施工 他说 5艘LCS将分阶段移交于海军 第一艘预计会在2026年秒前进行移交 阿都拉曼阿裕上将 在石邦加海军基地 出席ANSA联合演习闭幕礼时 授寻LCS项目复工情况时 向记者这么表示 至于滨海任务舰LMS计划 阿都拉曼阿裕表示 他们还在鉴定合适的承包商 以其能依据海军制定的要求 与规格新舰LMS 他说 当局已发放拨款 预计最实会在今年签署协议 明年料可动工 估计需要36个月来完成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